大家好,我是小猪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训练模型 我们在上节课收集了整个地图的一些数据之后 那么就通过这节课来训练模型 训练出模型之后 就下节课使用这个模型来跑自动驾驶 那么我们首先直接来打开我们的训练模型的代码 打开浏览器输入小车的IP 后面加冒号888 回车就可以进入到DripLab编程界面 在这里找到我们本次的一个训练模型的代码 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 全部运行我们本次的代码 这里有一些的这个数据内容 大家可以对照着程序去详细的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重复解释了 我们直接来开始训练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一共的这个图片是152张 这个就是实际的话 200张的效果训练的精度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后面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潮漏补缺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就先试一下这150张的实际效果 把这个参数改成30 然后点击开始训练 那么这里就直接在训练了 这里我使用的是Zivian NX的设备 它训练的一个实际的速度会快一些 它如果是启用的是其他的主控 那么训练的速度就会比这个是要慢一些 现在那么实际训练模型的过程就就已经完成了 这边呢就会有一个预计的一个标记点 这个点位就是就是它训练出来的一个结果 小车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点位 那么现在我们点击保存模型 保存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second ago 就说明这个已经保存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就可以关掉了 不关掉的话 后面我们去运行其他的代码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摄像头 不用其他的代码形容不起来 那么现在就是已经关掉了 关掉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次训练模型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